中文字幕 连结束 這次是搞不好的 贏的真的懂我 有效 好有力哦 有效的哦 哇 哇 他們這麼多人喔 走 走 不要起哄 手多再高一點 手多再高一點 好 上就好 上就好 沒有 還有第二關 還有第二關 手背 要怎麼手背 對 對 手腳在下面 對...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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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4萬... 就是4萬... 對 我就是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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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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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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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哦 露了露了 哎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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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可以了 你剛剛這樣訓練下來 你覺得這樣體驗下來 哦 沒辦法啊 60歲了 哇 不討典我夠嗎 過去你應該很少就是直接下場這樣 因為頂多到球場就直接去開個球 開個球啦 開個球也丟不準啊 對 那你這樣訓練下來 你覺得 這個還是專業啦 球要丟得準就 所以就訓練很久了 手段很亂 他只在丟三球而已啊 只能丟一個下 手段就飛掉了 這樣問一下 就是簡單的一些棒球知識 因為你剛剛講說 你小時候有在看球賽 當然有啊 那個時代 棒球是最有選的啊 你那時候有喜歡過哪些球 我們那個時代的棒球叫什麼 洗金木啦 我們那個時代要洗金木 洗金木 我的天啊 現在說洗金木 連兩個都不認出啊 那還有還有誰 你剛剛講蠻多的 還有那個 六兜的吳昇倫 那你旁邊那一位 所以你那時候有看過我們的旅總 有啊 他最紅的 他最一生最顛風 最顛風是在日本打 吃棒第一年 對 對 我前面一個月把日本都嚇到我 那現役的球員 那問陳佩琪會比較舒服 因為現在是上班太忙 所以都沒有時間關心 不是啦 這個 這個 因為棒球喔 棒球那個 打太久了 打三個小時 我算是沒耐心 沒耐心 沒耐心 我陳佩琪 我一起看 陳佩琪 陳佩琪真的還會跑到 跑到拼圖球場去看兄弟像 我奇怪 我怎麼說 你怎麼這麼贏啊 這次要問一下教練 如果棒球這麼 就是他的時間這麼久 那為什麼台灣這麼多人 還有那麼多球員都會這麼喜歡 打棒球的一個原因 棒球齁 在國際上比較有 實際的成績的一個 一項運動 特別是這幾年來 常常在 國內辦國際賽 那 對外的一個比賽 球迷的團結的心 更凝聚在一起 所以大家就越來越 越喜歡棒球 那幫我們的余翔 余翔你 進入這個球界 那時候是有什麼樣子一些 機緣會讓人家要進來的 他說最有名就是那個 曹景輝 他在投球上很帥啊 市長聽過曹景輝嗎 有的聽過 後來是王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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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感覺他們 打棒球好像很帥 然後就 去參加棒球隊這樣 在場上雖然會有壓力 可是 當你拿到勝利那一刻 他會覺得 很有一種 榮譽感 你現在是算先霸投球嗎 就是在球隊的角色 先霸投球要 通常就是要扛起一個球 整整場球賽的 就是勝敗的壓力 對 輸贏就是在 可能就在 某一些 關鍵的推理 之間這樣 這個壓力是怎麼可能 你平常一直在練習 一直練習 然後都會有一個 自信心出來 然後你在場上的時候 你就告訴自己 我已經做那麼多 我可以了 我一定比你再強 那教練 因為教練以前是 職棒的 也曾經帶過職棒球隊 那現在不能帶 職棒隊這樣 兩者比較起來 你覺得 因為職棒隊以前 我相信在帶的時候 那個壓力也是蠻大的 那 就是可能有一些戰機的壓力 那現在在台北市職棒隊 那你覺得 兩者之間的差別 在哪裡 職棒喔 他是 以贏球為目的 第一目的 不管用什麼手段 真的 我要買 買球員啊 我要買球員啊 我要牽更高的薪水 怎麼樣子 就是一定要贏球 那麼業餘的 我覺得 他是在培養 更好的選手 往更高階層去發展 往職棒的這個路去發展 職業的球賽 一年差不多 像他們現在差不多 有130場左右 職業球賽是一整年在打 那業餘的比賽 是一個杯賽為主 比如說春季的時候 我們有春季聯賽 然後再來是一個海峽盃 再來一個協會盃 然後往後年底 有一個這個報名花 所以業餘的球賽 是以這個一個盃賽為主 四月對下 一隊要打130場 對 130場 一隊要打130場 對對對 可是球季才幾個月 球季從四月 三月底到四月 三月底左右 然後到十月 到十月左右 我這樣才八個月以後 八個月要打130場 那兩天 差不多兩天打一場 那有多少球員 要更替十票 不然怎麼會過 所以一軍的球員 差不多 報名在二十五個 那後面的二軍的球員 也差不多三十個左右 像我們台北市的這個編制 是三十人 選手是三十個人 那麼總教練一個 然後三位教練 還有一個體能教練 一個防護員 一個管理 台北市體育局裡面 有一個行政管理 所以其實也是一個 很完整的球員 對對對 這個時候就要問嘉賓 到底台北市 可以給球員有哪些福利 跟其他這些野運隊 比起來是不是 讓大家比較羨慕 從薪水來看 我們的薪水 大概應該也是前三年 不過我們把球員 分成了三個等級吧 看他們的表現 然後有不同的等級 還有不同的薪水 其實剛剛我們教練 跟宇翔也一直提到 我們很希望 心無法棒球隊 他會是我們台北市的 我們叫運動名片 有時候大家想到棒球的時候 就會想到我們台北市 心無法棒球隊 所以我們現在也一直在做 這樣子的營運 希望日後能夠建立 然後讓我們的球隊 不管打贏球 或者是在這個奮鬥過程 台北市民都很去關注他們 我們第一個希望 還是希望讓我們的球員 有一個平台 然後能夠銜接到我們的直棒球 所以我們的球員 其實表現得都非常不錯 教練現在在台灣的這個棒球 探這麼久了 你覺得台灣的政府 哪些做得是很好的地方 到葉宇球隊來 除了一個平台訓練好球員 讓他們往更高階層去發展之外 那還有一些球員他不是特別的好的 但是他也很努力 但是他們的退路 就大家都很傷好心 這一點 如果說能夠有安排這個 如果你在幾年之內 在比如說在某一個球隊服務幾年之後 你就有機會到某一個單位去 來做服務的話 我覺得就是有工作有保障的意思 就這麼簡單 像合作金庫還有台灣電力公司 他們就是有這種機制 你進來公司之後呢 你打到退休 公司就安排你到公司去上班 其實葉宇的球員裡面 蠻多選手他都有職棒的那種技術水平 像林漢啊 還有蕭博婷台電他們 蕭博婷陳偉智他們 都是算是職棒級 有那種身手的一個球員 但是他們選擇不進職棒區 他們想希望暗定下來 就是往後退休之後有一個安定的工作 這種運動還是要更產業的一個 不用記得 這就想說還有一個早點 現在很多球員在關心說 現在六度裡面就是 基本上好像某些城市都已經有職棒球隊 那好像台北市到現在 台北主要是沒有球場 我們根本就沒有一個球場可以養職業 對 問題是在那裡 不然很多 所以那個大學戰老實講 很多都有興趣 反正就是 該做的慢慢做 反正 這也是 很多要克服的 修到對用 或也很痛苦 不過我想最後應該 一個把他克服掉 有網友在謠傳說大學戰 好像被修到 被圓球修到 沒辦法打棒球 不會 打的是一定可以打 但是你要安全 要修到對用 那個就是一開始設計很爛 那些人就一樣要你把他解決掉 很多人都說 我媽的那種品質 真的不是的那麼好 這人還要就回家 問第一題 這個 他都為什麼要用 用天然草皮跟人工草皮 放球場很少 很少用人工草皮 因為很多現在國際賽 這個各個國家都人工草皮 那我們台灣沒有一個人工草皮 所以你如果要去打 國際賽的話 你勢必要適應草皮的這個球籃的彈跳 所以現在我們天文要蓋一個 就是因為人工草皮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那個 另外人工草皮 那時候也是考慮到 說因為天文的使用率真的很高 我們現在365天一天 大概有使用的天數 大概是280天左右 每一年 280天 比賽或訓練 所以草就很難有時間可以休息 那人工草 就沒有生養休息的問題 可以讓這個球場使用率很高 但是過久要換一次 他大概通常大概是7年左右 他必須要換一次的草皮 對 那另外一個考量也是因為 天文學長那邊 剛好那個地形的關係 水位比較高 所以他的排水原本就 比較不是很理想 我們這次做是把排水系統 變來解決 變啦 又要錢了 他的維護成本會 會低很多啦 因為那個天文草皮啊 他一定要有一組人專門來養草皮 那他維護成本 市長在台北市做了很多事情 但是好像 體育這一塊 好像很多球迷 比較不知道說 你到底 對體育這一塊 有什麼樣的想法 我們只是沒有廣告而已 我們這全國運動會是第一名 我們就連續兩屆都拿 那當那個獎金也會花超過一億 所以你對體育這一塊 體育是這樣 體育其他 體育其他 是一個應該還是 監製黨概念 就是說你要養一個城邦隊 你要有足夠的燒邦隊 其實2017有辦世大運 我覺得最遺憾的是 我們沒有把運動產業建立起來 我去荷蘭看人家的足球賽 我看我們職業的 我那個是 真的一條龍 就是我一大堆 從遊覽車到球場到旅館到什麼 轉波什麼 那幾坨 另外一個 其實我們運動好像不是 台灣人很喜歡的普遍 我自己都從來不運動 我是勞動不是運動 我本來就一直在教育局說 應該像 足球啦 排球每個學校都有隊 然後我們台北市就打那種聯賽 打到最後五月來出那個 就是教育隊 校育隊的軍軍隊 你要平啊 就自己打打打打這樣 那每個學校都會有很普遍 那些隊 我覺得最好的方法 我還是從學校開始 我在從小時候 給他養成運動的習慣 他以後 習慣養成以後 以後你就不用管 他自己 所以他小時候有參加比賽 他以後只會去看比賽 他小時候從來不運動 他怎麼會去看比賽 我們今天回來問一下余翔 就是 因為你應該也是從學生幫 就這樣一路打仗 然後剛才進到台北市的幫隊 那你覺得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有看到什麼樣的問題 像很多人打職棒 為什麼會選擇不去職棒 因為職棒你可能打了兩三年 風風一下 後路就不知道幹嘛了 可是打業餘 就還是希望會有一個更好的 像台南市好了 他們 滿五年 他們退下來可以去那個環保局裡面 直接進去環保局 然後我覺得這還不錯 台南市都可以 因為我覺得台北市已經沒問題 這樣我們在打球的時候 就沒有後顧只有 我們只要專心認真 在我們的球技上 教練這邊有什麼一些氣候 選手的出路問題 這一點如果能夠解決的話 打球的人口可能會越來越多 那我們台北市要挑到好的選手 進來的意願也越來越高 我們也找個環保局 找個水利處跟公園處 然後跟其他的局處來 來商討說我們的球員 日後的球員有問題 乾脆叫局長 就把那幾個公務協 那幾個局長 你一個那個計劃 還是要總教練的方法 你一個計劃什麼 就是 進入台北市 什麼的球隊 他什麼進去 整套把它做起來 好啊 我來跟他們約 把這個建立起來 就期待在我們那個 市政務員裡面規則了 好 謝謝市長 謝謝市長 謝謝 謝謝市長 當然 剛剛在聊天過程裡面 市長也答應我們 希望能夠為我們的 這個台北市棒球的選手 做一些出路上的規劃 那所以這一點我覺得蠻開心的 因為如果這個規劃好了 在我們台北市打棒球的選手 以後出路就沒問題了 你覺得市長今天表現值得 他不錯了啦 因為他 喔當然這四個 這個 呃 沒有辦法說很好 不過已經及格了啦 這已經及格了啦 因為對一個 沒打過棒球的人來講 出體驗我覺得算不錯了 市長喔 市長這還不錯啦 你覺得他適合當那個 球隊的練習生嗎 不適合 老了 他有更多事情要忙啦 不要來當練習生啊 如果我們比賽市長來看球的話 會給我們帶了很大的加分啊 因為就有球迷嘛 有球迷就有市場 有市場就可以帶動我們社會球隊的一個風氣啊 好壞 大家好 我是阿伯柯文哲 看到這裡了 歡迎順手訂閱我的官方YouTube頻道 記得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接收影片和直播的第一手資訊 欸 那個小鈴 影片給我好好剪 知道嗎 特效不要亂加 哎呦